中央社加州文都拉洛杉矶16日综合外电报导 美国加州野火今天成为当地有记录以来第三大野火 鉴于风势再度增强恐助长这波威胁吞噬18000栋建筑物的大火 当局下达最新撤离令法新社报导 加州森林防火听说称为汤马斯野火 Thomas Fire的大火 自12月4日开始灿烧以来已波及25万9000英亩 10万5000公顷土地摧毁1000多栋建筑物 付出超过1亿美元约新台币30亿元的代价 圣巴巴拉郡Santa Barbara County紧急应变部门在推特上宣布一连串强制性撤离令 并针对郡内部分地区发布自主疏散警告 加州森林防火听表示风势固体燃料和低湿度将持续助长火势 超过8000人投入打火行列 目前火势有40%获得控制 路透社报导 大火破许多间学校停课数日成千上万人逃离家园 大火也是导致南加州空气品质不佳的罪魁祸首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这场大火造成两人丧生 本世纪以来加州仅有两场大火燃烧面积比这一次大 2003年的西达野火 Cedar Fire 和2012年的鲁西野火 Rush Fire 两场野火分别烧掉约10亿万 零公顷合约11万40公顷土地 一者中央设蔡嘉敏106万1217